前所未有的动力 崭新的 Petron NAS Pre-MAX 95 富含 Pro-Drive 偏偏这一个 Forester 它是 怎么说呢 它是 鱼刃有鱼啊 我觉得非常的好笑 一台 这一个 明明是家庭定位的 SUV 的越野能力 可以强到这种程度 真的很可爱 在我身后是全新的 Subaru Forester 虽然你看外形它和上一代的车型只有一点点的差别 但是它采用了全新的 Subaru Global Platform 打造 所以它的操控表现它的安全性也更好 而这一次我们带它来这边 不只是单纯为了试车 也是为了让大家知道 其实这一台车它有真正的 Off-Road 能力 这一次我们试驾的是顶级版的 Subaru Forester 在它的头灯组上面 它是有 LED 的 雾灯同样也是 LED 只是在方向灯上面还是传统的鲁树灯泡 然后分辨上一代 Forester 和这一代 Forester 最大的地方就是在它的水箱护罩 上一代的水箱护罩 它采用了一个很像某一个牌子的 SUV 的设计 而这一代它采用了这个横条式的钢琴黑材质 所以你只需要看这个前脸 你就可以知道它是不是这一代的车型 是不是新的 Forester 在车测方面 它同样和上一代的车型没有太大的差别 它车顶上有这个自放行李的架子 证明它是一辆 SUV 然后我们看一下它的后面 后面的改变幅度就很大啦 尤其是这个尾灯 一看就知道它是新的 Forester 然后这一次特别之处就是你可以看到 这边有一个牌子 它写着 Eye Size 就是代表它有这个 Eye Size 的先进主动安全配备 那个我们等一下再说我们先讲一讲它的后面 电动尾门开启 然后它后面的这个置物空间是非常的大的 你可以看到 你放一家人的行李基本上没有问题 另外它还有这个电源的供应啦 然后还有这个给你勾一些东西的价值 重点只是 它的椅背倾倒竟然是电动的哦 你完全不需要手动 你只需要拉一拉它就倒下去了 这个是不是很方便 这个目前在同级的车里面 应该都看不到这样的配置 这个全新的Forester内装 基本上照搬的大开款的SV 你可以看到基本上有80%的程度是一致的 就很像这个两个萤幕啊 然后这个还蛮不错的这个方向盘 手感不错 然后软质塑胶的中控台等等 然后它的手刹车也更换成了这个电子手刹车 然后置物空间方面我很喜欢 它的置物空间很足够 你要放水杯放皮包放电话等等都没有问题 如果今天你是要选一台家庭SUV的话 我个人觉得这个Separo Forester是相当值得考虑的 你看前面已经是我的标准坐姿了 然后我坐在后面 我的脚步空间竟然有两个拳头左右 所以我可以坐得很斜 可以坐得很舒服 头靠可以调整 所以你可以坐得很舒服 虽然它是一个overdrive的车型 但是呢它这个中央鼓起的面积不会很大 所以呢 你坐在中间 虽然这个有一点高 但是实际上的这个舒适度还可以的 然后重点是 它当然没有少了这个后座的冷气出风口 所以后座的乘客不会热死 当然如果你后面只是坐两个人的话 它这边还有一个扶手 你可以坐得很写意 完全是老板坐 这个是1G2.0的水平对卧自然进行引擎 也是Subaro Forester唯一的动力配置 它的最大马力表现是156PS 峰值扭力196Nm 匹配CVT变速箱 然后它又是overdrive系统 可能你会怀疑这个动力会不会够用呢 嗯 我试驾了两天 再加上之前泰国的试驾 我个人觉得这个动力 以我们的用车标准来说是相当足够的 你跑highway啊或者是在市区通行啊 基本上它没有问题的 Subaru它引以为傲的 除了它的overdrive 除了它的水平对卧引擎 除了它的操控之外 它的先进主动安全配备也是非常的强的 就好像这一个eye size 你可以看到它是左右各一个这个camera 它其实就像人的眼睛一样 它提供了一样宽广的照射范围 它可以去侦测 看路上是不是有车啊 或者是有行人啊 或者是有moto啊等等 如果它侦测到了这一些情况出现的话 它就会有相应的动作 现在我们就来和大家讲解一下这个eye size 它有什么功能 eye size是这几年 Subaru它出了这个全新的科技 它包含了这个前方撞击硬警 自动紧急刹车 然后ACC定速巡航 车道便宜辅助 车道便宜警示等等等等 所以呢 它基本上这一台车它已经符合了现在的趋势 就是对手有什么我都有 而且我的可以做到更好 我试了这一台车它的ACC之外 还有这个AB 它的准确度真的是非常的高 不过我还是建议你不要随便去尝试 这个东西 它是给你一层这个保险 然后你也不要过度去依赖 因为在怎样准确的系统 可能也是有侦测不到的一天 所以它是一个辅助 主要还是靠司机本人 这一点你要相当清楚 接下来我们就讲一下这个全新Forester的优点 这个小荧幕 清晰度非常高 而且可以显示的资讯很多 包括你的油耗 你的这个先进主动安全配備的状态 还有你的overdrive系统的扭力分配等等 非常棒 这个中央扶手的这个空间非常的大 不管是你的手机 你的皮包 还是你的smart tank 你都可以放进去 而且还有很多空间 完全没有问题 这个遮阳帘有一个扩展的功能 如果你在车上想小睡一下 这个遮阳帘可以帮你遮掉太阳 是一个很贴心的配备 这个后面的椅背可以做角度调整 所以当你需要睡觉的时候 其实是真的很舒服的 说完了优点 我们来说一下这个Subaru Forester的缺点 这个荧幕的尺寸虽然很大 但是它的这个清晰度还有这个亮度都不足够 其实强光下面看有一点很辛苦 再加上 你打这个倒车摄像头的话 这个画面其实蛮萌的 这个中控它的这个冷气出风口没有的关掉 可以左右调整 有时候天气冷我想关掉冷气都不能 这个USB充电插槽有点吝啬 因为前面只有一个 如果是司机用的话 副驾驶就用不到 副驾驶用的话司机就用不到 这个会让人打架 可是后面却有两个 这个我有点搞不清楚 这个后座的置物空间似乎不是很足够 太浅 太小水浮塞不下 SUBARU对我来讲是一个很奇特的品牌 因为当别人都在做这种加乘式SUV的时候 只有SUBARU会做这种真的有越野能力的SUV 我其实我相当肯定的是 就是在C-Segment的这个Crossover SUV里面 能够真正有这种重度越野能力的 应该只有SUBARU了 当然你不要告诉我说好像是 山大飞或者是Fortuner等等的车型啦 那种肯定是有越野能力 但是好像是 C-Segment的可能像是X7D啊 或者其他的车款啊 我并不觉得它没有那么强大的越野能力 可是 就是偏偏Forester有 真的让我觉得 嗯我驾这种车我不拿来越野一下 是很浪费的 我们现在是在这一个 呃一个 这边算是一个山区啦 它的路况是真的是一般的SUV 我觉得可能都上不来的 可是这一个 偏偏这一个Forester它是 怎么说呢 它是 呃鱼刃有鱼啊 我觉得非常的好笑 哈哈 一台 这一个 明明是家庭定位的SUV的 越野能力可以强到这种程度 真的很可爱 可是这个也符合这个SUBARU的 一向来的定位啦 因为我们知道SUBARU以前是这一个 呃WRC的这个冠军嘛 所以它在这一方面的技术上 它一定是积累了很多 所以自然它会把这一个运动基因 放在它旗下的车款上面 就好像X3啊 Forester啊 等等 所以它们这种车型它的有越野能力很强 我觉得 不surprise 只是 就是偏偏因为它多了这个越野能力的关系 我觉得它非常适合一些 可能就是 呃 工地的管工 类似这样 或者是你可能自己有一点小圆球 然后 你可能 偶尔你需要一些做一些越野 然后平常你要用这台车 再加人出门等等 我觉得这个Forester是非常的棒的 你只需要调去S mode 你看这种 轻松爬上来 我都觉得这一个真是 呃 它的这个越野能力有点接近PIGATRA 这个真的好可爱 真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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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可爱 虽然说这个全新一代的Forester 它有很强的越野功能 可是对我来说它的越野功能只是一个 附加的卖点 它主要的还是在一般的家用 首先这个2.0自然进气引擎 我对它的表现其实是相当的满意 可能你会觉得说这台车那么重 2.0 NA 会不会够推 其实上是够的 因为它很有日系其它引擎的那种特性 就是它把这个引擎起步的调校做得非常的轻盈 所以你在市区走走停停的时候 你会觉得这个车 完全不会说没有力 因为一点它就加速 它的加速表现是很快的 然后再来就是 它的这个高速巡航其实还可以 只是说你在一些情况下 你在高速公路你要超车的话 那么这一个引擎的动力 可能就会有一点点的不足够 这个是我驾了这段日子之后 包括之前我在台湾试驾 然后在泰国试驾 然后再来马来西亚试驾 我得出的结论 这个2.0的自然进气引擎 加速其实是快的 只是在 可能说你高速你要再加速超车的话 它会遇到一些问题 仅此而已 然后再来就是这台车 我觉得它SUBARU很厉害的一点就是 虽然说它不是什么大厂 它一年只卖100万两车 但是 它的厉害的地方在于 它把这一个运动跟舒适做得很好 刚才我们开上了这个市区的道路 当然市区我们会有很多减速带 很多路蹲 然后路上会有很多洞等等 它可以把这些减速带啊 蹲啊 然后这些路动啊 传来车室内的这个震动 过滤得很清楚 还蛮舒服的 但是它又不会影响它的操控表现 因为这台车怎样都还是一台OWR的车 而SUBARU是我 开过的车里面 把OWR系统做得最好的其中一家 开起来这个车的循迹性是很好的 加速 然后它的方向盘的指向 都是很好的 可能你在真的是开快的时候 在那种比较波浪的路面 车会比较摇晃一些 但是实际上整体都还能接受 我觉得它的舒适度很棒 然后它的操控性也不差 就是它拿到了一个平衡 如果你要讲操控 它可能不是这一个 通缉车款里面最好的 但是我相信它最少是第三 前三 最少有一个前三 所以这个我们 总结我们要归功在这一个 SUBARU的OWR系统 然后Porser Enzim的低重心 然后它这个悬吊的柔软度 所以它把整一个 我们一般开车需要的就是舒适 跟一定程度的操控 都结合在了一起 这一点我觉得它很棒 在这里有一点还是要跟大家讲一下 无论是Forester也好 还是其他的运动型的SUV也好 操控怎么好都好 你千万不要把它当一般的房车 或者先背车来开 毕竟重心还是比较高的 以上是我们对这个全新SUBARU Forester的试驾分享 虽然说它保留了这个SUBARU 家族的运动基因 但是实际上它的定位还是以家庭为主 所以如果你再考虑一台家庭SUV的话 是不会我会推荐你去试一试这个 SUBARU Forester 因为虽然说它只有2.0的引擎 但是实际上它的动力表现还是相当不错的 再来就是它的安全配备非常的丰富 价格也不会太贵 最后就是记得订阅我们的频道 并且开启铃铛 下一次我们有最新的影片上传的时候 YouTube就会马上通知你 我是Ivan 我们下次见 拜拜 前所未有的动力 崭新的PETRONAS Pre-MAX 95 富含PRO DRIVE